专制体制已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古代帝制之下 中国虽然经历王朝更替 但专制的本质从未改变 中共执政以来 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将国家推向危机 大饥荒文革六四新冠 但其统治地位却能一次又一次的从危机中全身而退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是否有维持专制体制稳定性的基础 要想走出这种历史怪圈 中国需要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博士 在接受纵身视角的专访时 从科举制度对民众思维的塑造 精英阶层在政治大清洗后的反思 领导人及其前任的重要性等多个角度 探讨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对话是从黄教授的一本新书开始的 黄教授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来跟您聊一聊您的新书 East 的崛起和衰落 那这里面这个East 是四个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缩写 它是科举制度 专制 稳定和科技 那其实这是四个非常宏大的议题 也彼此之间相互关联 我一直在想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 刚好您的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新冠防疫的政策造成了这么多的悲剧 但是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街头 而且当时虽然有一些抗议是喊出了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口号 但是它也仅仅停留在抗议的层面 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演变成一场像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 其实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都在追问这个问题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对 就是说我觉得呢 首先就是说它中国的这种制度 专制制度 它是有存在的这种稳定性的 很强大的基础的 所以呢像对这个抗议是吧 去年出现这种抗议 它没有成为一个运动的话呢 第一就是说我觉得总的来讲 中国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这种制度的 所以他抗议的是这种一些具体的做法 而不是这种制度的本身 另外呢就说 这也是跟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的 他不把一些政策跟体制连在一起 或者不把人的行为 政治家的行为跟体制联系在一起 他看事情的话呢 往往是这种孤立 这种方式去看事情 是吧 这个领导做错了事情了 这个领导做对的事情 那就这个领导英明伟大什么什么等等 那像我们一般研究体制的话呢 往往不会这么去想问题 我们去想的话 如果一个领导 比如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这种 他的他的倾向性也好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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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意识形态也好 但是我们可能要更追究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体制没有阻止他去做这件事情 是吧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体制的讨论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这种思辨 可以说中国没有思辨文化 就是在就是中国的思想体系里头 大家考虑的比较少的是 他这种体制是不是成全了这些政治家的行为 而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本身的行为 造成了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觉得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精神什么等等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个人竞争的文化 它不是一个集体文化 恰恰西方文化是一种集体的文化 那这种集体文化我们叫做这个集体行为 那你要看民主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行为 你我之间没有亲戚关系 没有朋友关系 但是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然后形成一定的共识 那西方的这种教堂是吧 商会 大学等等 这些有它是有这种集体行为 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来表达这些集体的这种追求 还有比如说到国会去游说什么什么游行 这都是集体行为 中国的话呢 我觉得实际上是缺少 所以中国说集体主义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概念 中国它是一种专制主义 是自上而下强加的一种统一的行为 是吧 并不是说是张三和李四两个人 这种平等的身份 平等的地位 商议的结果 我们要做A我们要做B 而是因为政府告诉张三和李四 你要做A不要做B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集体主义 这是完全是一个专制主义 那中国实际上它这种这种个人竞争 加上这种专制主义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在老百姓对某些问题不满的情况下 很难让他们站出来来表达这种不满 原因非常简单 如果我站出来的话 但是我又认为你不会站出来 是吧 所以中国话不叫枪打出头鸟 其实它就这么概念来的 如果你这么去想 如果说是出头鸟 它不是说只是一只鸟 它是几十只鸟 一百只鸟 一万只鸟 一百万只鸟 那你再多的枪的话 你也不会去能够阻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所以之所以有枪打出头鸟的情况下 因为是中国只有这种个人的行为 而没有集体的行为 任志强 还有在北京在桥上抗议的 彭丽发 都是你看他们后面没有任何的组织 没有任何的政党 没有任何的团体 这个的话 就是跟我书里头的这种考试文化连接起来 是吧 考试文化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的残酷的个人竞争的一种文化 是吧 完全是凭个人的本事 而且中国这方面来讲的话 是做的 从窄意上来讲 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杰出的 因为他整个的考试体制 设置是非常的严谨 是千衣无缝的 他不可能采取作弊 其实在考试的这种文化里头 作弊就是集体行为 而作弊是受到宠罚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这文化里是不鼓励 我们跟别人协同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高度的鼓励 你个人要取得你自己的这种成绩 是吧 靠你个人奋斗 靠你这种自我的这种提拔 是吧 那对于专制体制来讲的话 他要对付这种的话 是很容易的 是吧 因为你人数很少 是吧 对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 不是说没有抗议 只是这个抗议是零星的 它很难被组织起来 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 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了 为什么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 有组织的民间社会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它的反抗 其实相对来说 它诉求也不是那么强烈的 有很多中国人时至今日 也觉得这个封城的政策 是有必要的 有些中国人会觉得说 对 自己虽然当时的利益受到了伤害 但是国家在最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舍小家为大家 有些人真诚地相信这一点 那还有一些人 虽然他们也对政策不满 但是他们对那些反抗政策的人 他们也有不满 他们也有侧目 他们说 这个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这么大的国家 你这不是添乱吗 而关键就是不能乱 所以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舆论场当中 听到很多这样的分析 这个就涉及到您在书中 谈到的这个social consent 社会许可的问题 就是民众它许可 它的政府越界 许可它的政府 去侵犯个人的空间 个人的利益 您觉得这种社会许可 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许可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这种许可 就是说 它不是说许可政府 侵犯个人利益 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 这种个人利益的这种认知 那就没有一个侵犯 如果你根本没有个人利益的话 就没有一个侵犯的 问题会出现 就这种 这种极端的这种思维嘛 就认为所有的 个人完全属于集体的 个人完全属于国家的是吧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话呢 这种认知 是一种非常广泛 是它的 几乎是很多人的一种 第一认知 你像在西方的话 它可能第一认知 不是这个第一认知 他第一认知的话 他认为个人是有利益的 是有权利的 是吧 如果你侵犯我的话 那这个就是国家侵权啊 什么等等的 甚至在 我觉得 我现在在写这本书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西方的这种认知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 是吧 比如说在这个疫情期间 是吧 你不 你不戴口罩 是吧 不去打疫苗 是吧 等等这属于 你也可以说它是自私的行为 但是他认为 就是说 这是我的权利和权益 要完全的 这个 充分的表达 而不受任何的限制 是吧 这也是有它的问题的 但中国正好是相反的 就是它第一认知是认为 我是没有权利 为什么会有这种 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够吗 就就你用觉醒这个词的话呢 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是 就可能 可能 一个社会的发展 是吧 它的这种 从它的历史啊 从它的各个方面去看的话 就它不会说是有必然的 要一个走向一个觉醒的这种 这种觉醒的话 它是需要 需要人的去争取的 西方的话 其实它也并不是刚刚开始 就是有这种权利的意识 是吧 那哈佛的一个学者 叫Steven Pinker 他写了一本很长的一本书 就在讲述这个问题 那所谓叫做权利革命 权利革命并不是西方 一刚刚开始 就有这种权利革命的概念的 是吧 它叫Rise Revolution 就个人是有这种权利的 那基本上是17世纪啊 或者是16世纪 17世纪 18世纪才开始形成的 所以就并不说是 这种 个人权利和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 个人的这种权益 它是好像写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DNA里头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它确实是得需要 需要有一种思想上的一种转变 思想上的认知 而中国历史上呢 就从来没有这种思想 转变的这种机会 那这就是跟我讨论科学制度相关了 因为科学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维持 单一思想的一个工具啊 或者是一个平台 是吧 它能够把其他的思想 全部给 阻碍它的发展和壮大 是吧 那只有一个思想 其实来看西方社会的话 你说 儒家是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 是吧 他是支持这个专制 支持这种权威 那西方其实这种 思维方式非常的多 而且刚刚开始也都是这种东西 但是西方社会的话呢 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明一种像 科举这么一个强大的 童话人的思想的这种工具 而中国发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西方和中国 中国实际上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科举制度的话呢 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不鼓励你去思维 它不鼓励你去问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 为什么国家要存在 你看在国内有时候看到 先有国家 后有什么人民 后有公民什么的 都不是公民叫人民 先有国家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国家 我们把国家理解成 两个意义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国家这种 边界的这种主权的国家 那主权的国家 这概念出现是在 大概是15世纪 16世纪是吧 才在欧洲 有这种国家的这种概念出现 政府的出现的话 是在 是更早一点的 可能几万年前以前 而人类的历史 已经是200万年 人类历史 怎么从实政上来讲的话 怎么可能是先有国家 后有人民 而且国家的话 也不是说是猴子创造的 是吧 它肯定是人创造的 那肯定是先有人 才会有国家 但是就是 你要感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多少中国人 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从来没有停下来 去深刻想一下这个问题的 和这种观点的荒唐性 荒唐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维持专制制度的一个 最稳定的一个基础 而不是说简单的这种 警察啊 街道委员会啊 我觉得那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它有点像是 机生弹诞生机的问题 就是专制带来了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同时这种思维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 也赋予了专制非常多的 过多的宽容 是这样的 对 但是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 哪个在先 哪个在后的问题 就稍微差题一点 实际上现在科技家 已经认为 机核弹 确实是有一个先后的问题 但是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说 科举制度诞生的时候 中国绝对不是一个 像后来那么专制的国家 不是的 就是在隋朝是吧 隋朝 隋朝是建立科举制度 在隋朝之前的话 你要看当时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 就是思想的话 那 有道家 有佛教 是吧 也有儒教 是吧 也有法学 是吧 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思想体系 并行的存在了 官方的意识形态 是这个 辱学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 汉朝是确立了 辱学的 最官方的地位 这是对的 但是你从这个 它的垄断的角度来讲 现在已经有人 做数据的研究了 从垄断的角度 就是这个 儒家的这种垄断 差不多到 宋朝的时候 才开始 真正成为现实 这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中国 是吧 你说共产党是 唯一的一种思想 思想意识 是吧 但如果还有其他的 这种 民主的这种 学派存在 是吧 自由派的存在 无政府的存在的话 他即使成为官方的话 他也没有 统一人的思想 是吧 所以呢 就说 我觉得 在我看来的话 是思想统一在前 然后政治统一 在后 当然这两个 因素形成以后 成为一种 比较 就是 均衡的状态以后 它会互相影响 的是吧 一个会壮大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会壮大 会壮大 混质到另外一个因素 那中国现在 就是这种状况 是吧 就是这种 专制的体制 壮大这种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 又壮大了这种 专制体制 是吧 但是就说这种 很多老百姓 认为国家在前 个人在后 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是很难在短时间 去改变的 这就是太深入人心了 你要是说是 要改变它的话 那可能得需要 一个很长的这种历史 而且需要充分的 思想自由 也许有充分的 思想自由的话 会很快地改变下来 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 一个专制的体制 它为什么 非常防范 思想自由的话 就是因为它要防范 这种现象的出现 是吧 它是非常非常的恐惧 什么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 其实说的很简单 就是公民在国家前面 是吧 还有就是说 私有体制 是吧 那有些评论就认为 共产党跟私有体制 是不公戴天 什么什么等等的 是吧 就这种说法 我也是同意的 但我觉得实际上 实际上是 要一个更深层的 一种提法 一种看法 那这种更深层的看法 就是说 私有体制的诞生 私有体制的壮大 它是壮大了 纳税人的政治地位 和它的社会地位 是先有纳税人 才有国家 那这跟我们 专制体制的这种思想 先有国家 后有社会 那是完全完全冲突的 是吧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这种 极端的专制体制 之所以和私有体制 会产生冲突的话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问题是在这里头 就是说 它不能够否定 它就它不愿意 让这么多的人 会接受这种概念 就是说 我是纳税人 我把你国家给养起来了 因此你国家 就要 因此我在前面 你在后面 就是这个排序 完全给颠倒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从更深层上来讲的话 是这个原因 这个其实就说到 这个社会许可 其实它是一个变量 就是社会 可能今天对你的这个制度 对你的一些政府的行为 是许可的 但是可能发展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不再许可 对对对 有可能 就是 所以就说 这个的话 我没法做这种预测 就是在充分的言论自由 的情况下 会不会出现 这种社会许可的 一个突然的变化 它是突然的变化呢 还是一个逐渐的变化 这两种不同的这种场景的话 对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 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 是吧 如果你突然的变化的话 很可能就是 就是会出现 比较 有一定的不可预测的方面 是吧 也可能会出现 混乱啊 什么什么等等的 如果是逐渐的变化的话 那你如果是一个理智的专制者的话 你是可以去 这是有序的变化 你是可以去控制的 是吧 所以这里头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问题的话呢 都把我们放在一个 有理性的专制的 专制者的位置上 是吧 那很可能这种专制者 是根本不存在的 是吧 那可能就在我们这书房里 它才存在 是吧 就从理念上来讲 我是支持民主的 但是 你又话说回来的话 你任何一个制度 应该是要由 接受这种制度领导的人 能够在心理上和文化上 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这个前提 我们不应该给它打破 如果中国人确实不能接受 这种宪政的这个民主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强迫 中国人接受这种宪政的民主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在中国的 就刚才咱们讨论这种思维方式 国家在前 公民在后 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是能够接受一种 具有多样性的这种专制体制的 是吧 但是多样性的专制体制的话 从技术操作上来讲 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另外它对领导人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具有高度的理智 是吧 它要把将来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 要做一个很好的平衡 是吧 其实我们过去 盼着这种君主的到来啊 什么什么等等 就是说可能都是盼着这种 领导的类型 是吧 那可能邓小平某种人来讲 是符合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类型的 李光耀是符合这种类型的 蒋经国是符合这种类型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往往是 他是做出这些改革以后 我们才知道他是这种类型 在事先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 是吧 而且最关键最根本的可能是 当一个国家不再指望出现一个明军 来扭转这个国家命运的时候 这才是这个制度真正在发挥好的效力的时候 对 但是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恰恰是牵扯到鸡和蛋的问题了 你很难想象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 如果没有李登辉的话 台湾会是今天的这种民主状况 你很难想象如果韩国是吧 没有当时的那些领导人 朴正熙当然是一个军事独裁者 但是他发展了经济啊什么的 但后来后来的这些领导人是吧 他们确实是从理念上 他们能够放开管制是吧 能够实行言论自由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这些领导 这类的领导人的话 就是韩国和台湾今天会是民主制度 所以在一个制度建立 就像美国一样 美国华盛顿是吧 Jefferson什么等等 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 美国制度会是今天的这种制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低估领导人 对制度的诞生 对某种制度诞生 那就反过来说也行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 你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制度是这样的 没有斯大林没有列宁 你很难想象苏维埃的制度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哪个是鸡 哪个是蛋的话 我觉得领导人在前制度是在后 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 这领导人的作用相对来讲就会降低 这是肯定的 是吧 就是美国的制度建立以后 他的领导人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他的重要性都会降低 但是你在这个制度没有形成以前 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中国过去七八年走到今天 我们希望一个明军 希望一个有理智的这种领导人的出现 我觉得这种 这种期望我觉得是合理的 非常合理 因为你在没有制度形成之前的话 你必须得有这么一个领导人 但是中国大概率的话 是不会出现这种领导人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 毛在四九年的时候 他也可以成为华盛顿 周恩来也可以成为杰弗森 刘少奇也可以成为马德森 什么等等 如果他们这些人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从他们在早期的革命的这种历史的时候 他们表达的那些理想的话 你可以推论出他们就是这种追求民主 追求这种 当时共产党的言论是非常非常自由开放的 但是当时他们的言论是针对国民党 国民党是一个压迫的体制 他们是在野党 他们是在野党 这个就跟华盛顿他们是很不一样的 华盛顿他们已经是执政党了 而他们采取的这种制度的选择 是要削弱执政党和执政人的这种权利 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 华盛顿这些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您最近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这个媒体上一篇文章 其实您谈的就是中国的精英阶层 它的这种政治诉求会不会有变化 就当他自己是特权阶层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权力很稳固的时候 他不会想要设置一个更好的政策来赋予这个阶层之外的人更普遍的权力 但是当他自己的特权其实保不住的时候 他反而会害怕自己从高处跌落 比别人摔得更惨 希望有一个社会的安全网来拖住自己 是 所以呢 就是说精英实际上是在制度变革里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就联系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 就是政治变革 都是由精英所决定所掌控 这个不管你是觉得喜欢这种状况还是不喜欢状况 我觉得这个现实就这么一个现实 所以他们的喜怒爱好 对一个国家的这种制度的发展是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实验 那我这个思想实验实际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思想实验上 这就是John Ross在1971年写的一本书 叫做Theory of Justice 所以他在那本书里就提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说它是未知之目 是吧 当你不知道你是有没有权利 你有没有经济上的特权 有没有政治上的特权 还是没有这些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最希望的制度是应该什么样的制度 是吧 他的这种思想实验伟大的地方 就是说他不需要华盛顿 他不需要你有一种民族的理念 他也不需要一个大公公司的人 你就为你自己着想吧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有没有这种特权 还是没有这种特权 是吧 你这种可能性有50%和5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是应该要支持民主制度 要支持 他不是说民主和独裁 他主要是讲一个公正的社会 就是说对所有人都是平等待遇的 是吧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人的这种合理和自私的这种追求的 但这前提条件就应该你不知道这种 如果你知道的话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被压迫 被剥削的人 那你肯定是要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 是吧 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权利特权什么的 那你肯定支持一种专制的这种制度 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我呢就借用他这个思想实验 去第一去解释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以后 中国当时实现了 在我看来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些政治改革的尝试 就一定程度的分权 另外就是说这个任气质是吧 另外就是说给社会 给知识分子一定的这种空间 当然还有私有企业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些 这些就政治改革的话 还有还有农村的这个基层选举是吧 但其实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说我在另外一本书里头 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农村的这种金融的改革 大规模的金融改革是吧 然后后来六四以后这些政治尝试全部被废除了 是吧 就是我用这个去解释 为什么呢 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那就是因为文革 文革让你一个特权的 一个属于特权阶层的 一下就一天之内就给你打到地狱里头 是吧 头一天你还是国家主席 第二天你就变成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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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 一个一个一个被斗争的这种对象 是吧 刘少奇嘛 是吧 所以就说当你不知道 所以我在文章里 我那书里头 就是这篇文章是摘自我的书的最后一章的 那最后一章就在讨论中国的未来 是吧 就当你不知道 你是一个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概率 和你成为接下丘的概率的话 这时候你是支持民主制度 还是支持专制制度 在我看来一个合理的推论的话 你是应该支持一个民主制度吗 是吧 如果是民主制度 在民主制度之下 你是一个接下丘的话 那你也知道接下丘我有律师的权利 也有这个审判的这种权利 是吧 我不会太惨 当然了 可能在民主制度底下 我可能不会成为政治局委员 是吧 但是我知道 我至少我能够保底是什么 但如果你知道你是政治局委员 你政治局委员 那是概率要大于你是接下丘的 那你肯定是支持独裁的体制 当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清洗的时候 像文革啊 等等这些 那么可能 我觉得 不是说可能了 就是说应该政治精英 中国的政治精英 对这个问题 应该进行一种比较深刻的思索 他会不会 我完全不知道 是吧 然后我的这书里的提到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跟这相关的 就是说 其实 邓小平他一个伟大的地方 就是说 他在七八年以后 他基本上解决了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的问题 就权力斗争不是那么残酷的 不是那种你死我活了 你像四人帮的时候 是吧 关到监狱里头 批斗啊 什么什么等等 他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吧 虽然就说他没有搞宪政啊 什么什么等等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看这个问题 应该用一个历史的观念来看 他能做出这些 是吧 他搞任期制 然后这种年龄的 退休年龄这些 就在我看是非常伟大的改革 非常非常伟大的改革 而且他在政治精英之间形成这种共识 是吧 就是即使是有政治这种旗舰 是吧 我们不能够采取那种过去无情的斗争 你看华国锋下台以后 一直给他保留中央委员 是吧 房子也住得好好的 也有司机也有保姆 是吧 胡耀邦 这么悲惨的下台 是吧 政治局委员 是吧 生活在于没有任何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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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他 什么等等 也不是说是贪污腐化 给他 上法庭 是吧 那赵紫阳是过分了一些 是吧 这个 但赵紫阳大部分的这种 这种 待遇是江泽民做的 是吧 而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邓做的 所以就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在我看来 在中国的这种体制 能做到这些 就是 把政治变软 变得更加的这种 我叫 gentle politics 是吧 更加的这种 温和 是吧 深视政治 是吧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我的担心呢 就是说 在 这个 习近平执政以后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又恢复了过去那种 政治上的这种残酷性 你看一个一个官员的倒台 是吧 你 本来说不想谈青刚 你没有青刚 是吧 你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国防部长跑到哪去了 是吧 就即使在二十大战 二十 二十 大以后 你已经形成了这种 基本的这种政治的格局 还在 做这种政治清洗 是吧 所以我 我觉得 就是说 可能 我们是不是应该 又回到了 文革结束以后的那种反思 是吧 你的这种 政治精英的 概率 和你 阶下丘的概率 不能说完全相等吧 但两个已经开始比较接近了 是吧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 我是 希望 下一代的中国政治精英 对这个问题 应该 有更深刻的 思索 但是很多观察中国的学者 其实对中国的所谓的精英阶层 是非常 不抱希望的 他们认为现在虽然在精英阶层 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出来 也不过是因为被习近平的大棒 打得太疼了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丢几个胡萝卜 可能他们又会在忙着分这几个胡萝卜 也无暇再去顾及说 是不是应该给阶层之外的人更多普遍的权利了 对 我觉得我们就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都可以站得住脚 因为我是从一个这是我的建议 但他听不听那这是由他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问题 我可能不是那么悲观 我不是那么悲观的话 并不是因为我不从意你的 对中国精英的看法 而是说 在中国这种体制底下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体制下 我们看到的行为往往是一方面的行为 就是这种 你刚才说的这种行为 是吧 这种自私的这种行为 是吧 这种短期的这种行为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的话 肯定这种行为 它是首先是被允许的 另外甚至可能是被鼓励的是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在另外一种环境底下 在稍微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底下 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情况下 这些行为是不是一种主流的行为啊 我是觉得可能这种行为是在这种高度管制的状况下出现的这种行为 而在有一定的这种自由 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这种行为可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但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去跟他抗争 就我在这里我就想举一个数据 就在胡温时代 当微博还比较自由的时候 其实你看当时青年人 他们就是大学生 这都是知识精英了是吧 他们所崇尚的这种 微博的这种大V是吧 其实很多都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都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这个任志强就是 你看他 为什么打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大V嘛 有这么多人去跟随他们 是吧 这个 就是说当你没有这种严重的打压的情况下 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种自由派的这种声音 他会重新会浮现的 所以有些分析认为 现在其实对习近平来讲 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是精英的诉求跟底层的诉求合流了 这个也让我想到您不久之前 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专栏 你就提到在习近平之前的 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有一种工具就是对人民分而置之 体制内的体制外的 不同的利益阶层的 我给你不同的好处 这样你们就很难有共同的诉求 你也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 和统一的政治力量 但是现在在习近平时代 就丢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 很有可能就不同的阶层 它其实诉求会形成一种河流 对 其实这种河流的话呢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精英和中国老百姓 主动的要去采取这种河流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的政策太极端了嘛 是吧 你在极端的政策下 那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反对派了 是吧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种选择的话呢 它是有时间表的 因为它的代价太高了 就回到我们以前的话题 如果你不花钱的话也没关系 那中国古代的这个朝代是吧 它就是它也有些大的工程 但那个大的工程的话 是一时半会儿的 是吧 这个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种发展类型的 这种政权体制 不像邓小平的时代 不像台湾韩国那种状况 是吧 如果你 你不花钱也没事吧 是吧 但问题是 你又现在花这么多的钱 那你又限制了经济发展 那你限制经济发展 你就没有收入 你没有收入的话 你花这么多钱 你这个就经营不下去 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时间表的 限制它的这种选择的 而不像以前 你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 无所谓 我觉得这是不可持续的 完全不可持续的 您说这个时间表的问题 很有意思 就是说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 它都是像您书中提中的 这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在规模跟多样性之间 做选择 可能所有的专制政府 它在不同的时期 它的侧重点也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 来看的话 中国的特点 好像是无论是古代皇权 还是现在的这个中共政权 它都有很强烈的 对于扩大规模 甚至是以牺牲多样性 来扩大规模的这种执念 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的话 就是说因为 这种选择 对它 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 是有好处的 它对国家来讲 是个灾难 因为它牺牲了技术发展 牺牲了经济发展 是吧 你像毛的时代 是吧 那你中国那时候 八亿人 是吧 生活在那种状况地下 但是 你没有出现 这个政变 是吧 没有出现换戒 什么等等 那毛 他 这个 他真是鞠躬尽瘁了 是吧 就死在岗位上 是吧 就是说 就从这一点上来讲 对他们的个人的 这种执政的 前景来讲的话 是铺平了 这个道路 所以这是专制体制 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个人的利益 和国家的利益 我们说国家 不是指政府 就指国家 指这个社会 它经常是冲突的 就确实实实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悲剧 中国历史上 政治上最大的悲剧 就是我们从来 没有出现一个统治者 他会从制度上 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制度上 把这两者的利益 给他统一起来 他可能像邓小平 是吧 他是从他 他的一些措施上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这儿了 就是说他解决这个问题以后 后人可能要去恢复这个问题 因为他没有从制度上 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中国没有走出 这个历史怪圈的一个 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将来会不会走出 这种历史怪圈的话呢 我是有一定的乐观性的 因为确确实实 你不得不承认 中国过去的这种经济发展 不管是你刚才说那种精英 他多么狭隘 或者是怎么着的话 但确实中国的思想上 出现了一定的多元化 就在一个比较自由的 这种状况底下的话 中国的思想 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思想 就今天如果此时此刻 放开网络的这种管理的话 那肯定是会有 不同的声音出来 不同的思想出来 这个的话跟以前 可能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跟西方世界的 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再脱钩的话 这很多联系是没法 给它彻底的隔断的 第三个的话 我就觉得 可能现在有更多的 体制内部的人 认识到 我们如果不解决 体制的问题的话 真会出现走回头路 是吧 其实这个 这温家宝都说过好几次 如果我们 不搞政治改革的话 很可能文革就会重演 这个在中国 其实有很多知识分子 都有这个观点 但也许 有这种观点的 过去的知识分子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但我现在 觉得 是不是会 这个比例会提高了 是吧 因为 有过去十年的这种 这种这么大的 这种反复 是吧 就是因为 就是说老实话 你就说 你就说你我 在2012年的时候 能不能想到 2023年中国 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必须 老老实实的承认 我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 根本 就是我可能没有 会去 认为 中国一下就变成民主 什么什么等等 那我当时认为 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GDP是硬道理 怎么可能有任何人 能够撼动这个东西呢 是吧 私营企业 什么等等的 贡献这么多的税收 贡献这么多的 谁 干嘛要去动它 这不是非常非常不合理吗 是吧 就是反正我要承认 这当着你观众的面 我当时想法的话 绝对没有想到 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吧 然后网络的管制 会变成这个样子 跟美国的关系 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时不就想 哎呀这高干的 自己都在美国上学啊 都在洛杉矶买房子啊 是吧 等等 这跟美国的关系 完全是符合 他们自己的 个人的这个经济利益的 是吧 就是说我可能抽象上 而且我去看了一下 我当时的一些发言的话 我我也提到过 就是说没有政治改革 就不会有经济改革 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 没有政治改革 就可能恢复到这种 接近于文革的这种状况 所以现在很多知识分子 其实也在反思 为什么就是这么不理智的事情 在中国21世纪啊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它居然也会发生 这个反思的话 我应该是 我觉得是应该这么一种反思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说的那些 是一个松动的专制啊 因为中国的高官在美国有 有孩子啊 有什么小孩在这上学 有财产什么 这个呢 都是从他的这种主观的 愿望去思索问题的 但是我们当时 我觉得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要恢复这种 天衣无缝的专制的话 它的阻力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更恰当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啊 而不是说啊 有那么多官员 还是想要经济改革 还是想要私营企业 是吧 他都在阿里巴巴那投资了 是吧 他这个在他上市以前 他已经提前进入了 等着这个 等着这个上市以后 就就就发财了是吧 这些我觉得 是问题的一方面 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 没有去问一个问题 就如果 一个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会会不会遇到阻力 那如果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 回答 就可以比较肯定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我这书里头提了一个 可能很多人 会觉得是一个千方夜谭的看法 我觉得 中国六四以后 政治上最大的变革 是在于六四以后取消了 中央顾问委员会 就是在一个专制体制里头 唯一能够限制现任领导的 是过去的领导 是前任 你我都限制不了 你是媒体也限制不了 我是大学教授也限制不了 是吧 我是马云我也限制不了 谁也限制不了 我是美国总统我也限制不了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老领导 但是胡锦涛被嫁出去了 对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中够委 作为一个机构 作为一个体制 给他废除的意义在什么 就在这地方 给他废除以后 前任对后任的限制 都是非制度性的 通过个人 通过其他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 是吧 然后你刚才说的是胡锦涛这个 那你只说了一个人呢 是吧 如果有中够委存在的话 中够委可能有二三十个人 可能有四五十个人 可能有六七十个人 是吧 中够委当时成立的时候 是给他有充分的这种话语权的 没有给他决策权 当然他有时候越位了 是吧 但是从体制上来讲 是没有给他决策权 他有话语权 是吧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合法 合理的这种权力 是吧 他可以作为体制上发声 我中够委认为 这么做是对的 这么做是不对的 是吧 作为一个体制的发声 和作为一个个人的这种发声 即使是你是胡锦涛 即使你是江泽民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六四以后 当时呢 这个当时的元老的考虑的话 是要他加强江泽民的权利 因为他觉得中够委老子 那干涉嘛 确实他当时也是在干涉 而且他干涉的是干涉 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 是吧 那他为了不要让他继续干涉 这个江泽民 就我这书里提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六四的这种领导层的变动 让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 有远见的领导人 也就是赵紫阳 失去了位置 而让一个江泽民 是吧 就是完全政治上的这种新手 接任 所以当时的元老呢 就在江泽民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总书记 位置上 给他投资了很多的权利 包括废除 中顾委 很多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 都去批评中顾委 因为中顾委当时是有很多的保守派 但这东西呢 还是可以变化的嘛 保守派跟自由派一样 都是有一个平均的人均寿命的 另外其实自由派和保守派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关心 我关心的是 在一个体制的上层 即使是一个专制的体制 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制约 唯一能够制约的 就是代表前任的这种机构 是吧 废除了中纪委 的话就把这种机构的声音 完全给他变没有了 是吧 所以我就是 就这是一种反事实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中顾委 继续存在下去的话 18年改线会不会这么的容易 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第三任会不会这么容易 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也可能会发生 但是可能不会 像历史那样 轻而易举的就发生了 所以就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 就是说 对这么做的阻力完全没有了 其实你并不需要宪政民主 去做这个阻力 你只需要把前任给他一种有组织性的这种声音 就可以 是吧 但是 不会是民主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会不会走到现在这么独裁 我是觉得 如果有这种制约的这种机构的话 中国不会现在像现在这样子 也非常感谢黄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OK 很高兴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